好的主播 目前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埃及与加萨边界的拉法关口 不少车辆和民众在外面大排长龙等着过境 埃及官员表示 截至当地周三下午四点半 已经有335位持有外国护照的人 及76位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进入埃及 据印度媒体报道 在这第一批从拉法离开的人中 也包括持有台湾护照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同时 以色列军队在轰炸加萨走廊北部的贾巴利亚难民营 以色列军方声明指出 战机根据精确情报 攻击难民营里的哈马斯指挥控制中心 并且再击毙一位哈马斯反战车飞弹指挥官阿萨尔 但这之后当地毁损严重 大批民众急忙在残堆瓦砺中寻找生还者 具体伤亡人数目前还有待调查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